来 你们看这把监管a4排的猫女啊 然后马上进行开门站 看门的时候 你看我在这里啊 然后记者也是刚刚修完第三在海那个机子 所以他也没有压门的 呃 那这边的话监管是有一个传送的 所以说又没有人在压门的情况下 这波想要保平还有一点小难度 毕竟你们看 体验师倒地了 那此时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先把这个站台点一下 假如说等一下 呃 猫女这边传送过来了 我们可以啊 坐过程车直接去三战 直接去三战就下机械石啊 然后这边有两个细节 你们注意看 非常关键啊 这边我们不能去贴门啊 因为如果贴门的话 那个记者没没有开完 然后我们直接在中场稍微卡一下 然后你们注意看 猫女是过来追我对不对 我们不能直接去提点赞 因为这样子的话 直接会传送过去了 第二个就是你们看 娃娃已经过去偷了一个机械石了 这波也是一个小细节 那这个不会吃这个猫 在这个距离如果吃了一刀的话 那就算你手上有护腕也是跑不了门的 ok 此时我们可以吃一刀 然后一个护腕直接弹到门口啊 接下来你们看 记者走了 但是我没有走 为什么 有人知道吗 因为如果我走的话 机械石的娃娃就偷不下它了 等它偷下之后 我第一时间走了 这波细节非常关键啊 为什么说呢 你们接下来看一下 机械石因为 那么多黄 descent 不要北端 怎么马上的了 但是我只是一片子 这几片是。。。 在这边 如现在现在一直在描据着眼中 说到 Mystery 阿强的黄先生的位置 对我开转着眼的 倒轻的你们 这样子 略知不知道 在这边 那边 我们就像一个到达的 这个开市 了解了这样子 偶著一面的黄先生的什么目的 我会有点小声 我会有点小声 我会有点小声